大家好,Pulia 謝謝 科菲在互聯網上 近期有不少人都在看巴士阿叔的短片 連新華社都有報道 這一類給網民上載自製短片的網站 為何會這麼流行呢? 就由蕭穎妍說說 巴士阿叔短片一時成為成中熱話 值得研究的是這個網站為何會這麼成功 在youtube.com 網民可以自行上載自己製作的短片 或者明星的趣怪片段 每日平均有45段新片上載到這個網站 被人瀏覽的短片就多達35萬段 最受歡迎的是這段卡通片主題曲短片 至今點擊率達到700萬次 有網站公司形容youtube.com的出現充滿革命性 網站的創辦人就希望網民有機會 跟所有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雖然有人擔心網站會被人利用發放侵權片段 但是互聯網業界認為 youtube.com反而可以鼓勵新一代多些運用創意 並且預期互聯網廣播未來大有發展空間 無線電視機便是一宵永延播動 無線電視機便是一宿永延播導 好